好端端一烂黑色这小客车行驶在大马路上 结果驾驶却突然刹车停在马路正中央 因为刚刚飞来了横货 有块大石头竟然从天而降 只见这辆车的左侧车身板经凹陷变形 伤痕累累而车门上还留有一道道的白色刮痕 20号中午11点多东大门夜市靠近太平洋公园一侧 竟然发生了落石砸车事件 这块长20公分宽10公分的巨石 疑似从路桥上掉落 由于旁边就是夜市 平时车来车往吓坏了庸路人 如果高一点就会砸到架子 我就觉得这样子如果是别人的话 万一砸到头怎么办 他把这个装置艺术的石头拿去 回到事发现场 发现路桥上方的装置艺术 有类似大小的石头 怀疑就是有人恶作制 从上方拿石头往下砸落 相关的全责单位一起到场会看 然后厘清的有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那并加强周边安全巡逻 索性整体事故并无人伤亡 而详细的事发原因 还有带警方调阅相关监视器 来做进一步理清 记者刘吉娇 赵佩玉花莲采访报道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